台中有一群工厂的大老板在开车外出的时候 只要看到路不平 就会带着丽青一起去铺路 即使全身弄得脏兮兮的 也非常欢喜 而这次日本大地震 他们更是发挥了爱心 目击善款 要捐给慈祭做国际赈灾 这条路虽然位在小巷弄里 却是社区里最重要的出路口 穿着背心的职工们忙着铺丽青 要把坑洞铺起来 因为在上个月就有人在这里骑车跌倒 他们都是在附近开工厂的老板 没有做生意时的精打细算 只有一份热于助人的欢喜 即使全身沾满了灰尘也不在意 发迹人许长发更是随时都在车上放一包丽青 只要路见不平 马上下车相助 尤其是下雨天过后 我们一定要出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装备 还有所有的器材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丽青 丽青是最主要的 还有那个博友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把它带出去 就是有这份善心 他们也组成广量慈善基金会 平常就注落扶贫 这次看到日本大地震这么严重 也募集善款要捐给慈祭做国际震灾 天涯落比铃 他们相信这份爱会让日本重建的路上更平坦 大爱新闻陈香飞郭记忠台中报道